平了然后二折推过去也是就成了中间这样 三折它推过来就刚好平了就成了四折 如果稍微放偏一点的话它就会就偏离一点嘛 就会这样然后这样就折得不凌乱 有时候多有时候也少 就是你看放袋子是吧 放袋子的位置 你这个就折得很乱 哦这个半只都要弄过 但是往前要走一点点 到位置了然后检测了 放在那边也放在那边 哦不行太会正会正 这太大折了 不知道要往前弄 你怎么知道桃的那个位置呢 下刀的位置吗 就这样很难用 你看到下刀的位置吗 第一折它要折平嘛 这里折平要不然它会一边大一边高 折平的其他就好了 所以要调点眼是吧 一般的是调这把刀的 调这把刀 意思已经折平了嘛 就说四折折平了 但是推到中间的话 它推多一去一点就少一点 推多一点它就多一点 那我怎么来调这把刀呢 能够保证它都是在平旗的位置 是不是啊 这是定位就是调前后的 就有三颗螺丝 这里有一颗 下面也有两颗 根本是前一点 根本是后一点 其他的都不用调的 大磨小磨的 基本这种磨 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用 就是放的位置要 哎呀 我这个是定这种磨的 你放的位置是怎么样来 就靠在这里边边 眼睛要平一点 斜一点它折的就不好看 就是它折的也可以折 就对平 就有点歪 嗯 就眼睛对平 靠在这里 这个板根据 根据它的磨的大小 让它定位是吧 嗯 对对对 对这里两颗 这个这个这个挡板 嗯 反正就根据这个磨的位置调整 然后这个眼睛的位置正好 和这个位置最好是对平 是不是 哎 不用 就两条对平 你要放正 你要放正 对 放正不能这样歪歪的 不能歪 对 放正让它平行这样过去 嗯 然后这两边的距离应该是对等啊 你反正根据这个条了 对的 那它才能折到中间位置 嗯 开始放的话 就等于说一分钟就二十来片三十 但是放快的话就有就很顺的 对 得离了一点 化 那个电眼的位置是不是要调 因为你 你 那是要把它 你需要把它正好打到这个中间的位置 对对平嘛 所以是不是要调电眼 还是要调哪个位置 空间 就是要调 假如开自动的话要调 哦 我眼自己翻一点 你慢点 哎 小辣路 现在折着就可以了 你看到那种什么样子 你慢点 你慢点 我caso 我caso 你慢点 我先 Doesn't 我caso 我哀 你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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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慢点